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会无法民进党现在就要想方设法 很多朋友问我说 下来民进党会怎么样 民进党只有三招嘛 不用讲 第一个 我们法律公布是要由总统的名义公布嘛 总统纪结公布 可是他不敢啊 为什么 你总统纪结公布 那未来四年立法院不审认了法案 我们审法案你不公布啊 依法总统要公布啊 所以你看到法律就会做 法总那个字号 各位你有时候看公家单位 他会 法就是中华民国 总就是总统 所以他会有 常常有两个字 代表这个单位的一个头衔 就好像康熙乾隆 这是他的联号 类似这样的 每个皇帝个人的联号 但是他的国号叫清朝啊 对不对 清朝的康熙 那我们 因为我们总统是民选嘛 我们是民主国家嘛 所以我们的总统的法令公布都叫做法总 中华民国总统宣布 所以你说赖清德敢不公布吗 我相信他不敢 因为你不公布以后所有法律我都纪结审了 我立法院审的法律 你公布公布还要等你爽啊 那我们是橡皮图章 我们纪结审 所有的法律纪结审 所有预算纪结审 因为那显现你总统比我大 全世界哪有行政机关比民主 民政机关比立法机关大 没有嘛 所以赖清德不敢 那第二个会怎么样 由行政院提副议案 副议案就是 我提过来 有你再次的 因为我觉得你的法律的条文我自爱兰行 所以我再提出来 副议 颠副的副 我们副议有两种 如果是立法委员自己提的 叫做副兴中华的副 这个是立法委员自己提的 那如果由行政院 因为他是执行单位 他觉得我没办法做 自爱兰行 他就提颠副的副 然后就来 那来立法院再重新审查 如果通过的话 你就要执行 各位记得 柯文哲要走的时候 提了一个副议案 结果我们知道 台北市长跟台北市议员 前年的11月26号 投票 柯文哲推出了 黄珊珊漏选 可是台北市议会 在柯文哲 已经要卸任了 突然接到了这个时候 他自爱兰行 那台北市议会怎么办 台北市议会 那是台资官案 那台北市议会就 由 议长 然后召开 议员 大家来开会 什么时候开 礼拜一 我们礼拜六投票 过两天就 台北市议会就开会 可是好多议员已经漏选了 只好被迫来开会 他们漏选可以干到 12月25 所以这破天荒了 这场复议案的案子 开了六分钟 那时候议长陈景祥就问说 市政务送一个复议案来 我们同仁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问了好几次 没有人有意见 连柯文哲自己的民众党的 议员都没有意见 那他说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延安 把他撤回 我们维持严局 柯文哲鼻子摸一摸 这是一个笑话 因为他自己的 议员自己也不 也没有意见 他议员应该说 我们 市政府没办法执行 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如果讲不够人家 我要求表决 留下历史记录 没有 通通没有 现场没有任何人讲话 所以这场 复议案的临时会 开了六分钟 很好笑 好那各位朋友 这是第二种复议案 由行政院长卓龙泰 提出复议案 就说你们立法院通过 这个国会的 这个五个 那个我们没办法接受 你提复议案 但是他提过来 一定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民党不够半 你提出来只是 大家再来动言一次 所以他们最主要的方式 会用哪一个 复议案提了 失败 很难看 如果照国外 复议案提过来失败的话 行政院长只要下台的 但是因为 民进党的行政院长 每个人就脸皮厚 讲鬼话 所以他们不下台 你也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是总统 总统任命 不必经过立法院同意 我们的行政院长 其实没有什么基础 NCC有七个委员 都要立法院同意 你看 美国的官员 美国那些官员 譬如说 有一个台湾过去的 他是贸易代表 他叫戴琪 对不对 布林肯 很大 美国国务军 你看所有的官员 都要美国参议院同意 结果在台湾 行政院长不必立法院同意 很好笑 可是NCC的委员七个 要立法院同意 监察委员 要立法院同意 大法官也要立法院同意 公平会的委员 也要立法院同意 中选会的委员 也要立法院同意 有立法院同意 他有一个民意基础 够伴的民意代表 够伴的国会议员 支持他 对不对 结果我们行政院 是毫无民意代表 的背书 然后就来了 来了以后 他提护议案 难看 一定给他两巴掌 那他们最后 还有一个最大的结招 就是送司法院 要求四线 四线通常要一段时间 各位朋友 那这段时间中间 法律是要执行的 很多人都 诶 四线 不要执行 没有 那这四线结果以后 我们最近很多四线案 在四线没有出来之前 这个法律是有效的 很多人不知道 那四线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我们这些大法官 大家 很多人骂他大狗官 很多人骂他大狗官 他们也很喜欢听我节目 我讲 这些人很奇怪 我每天骂他们 很多人被我骂畜生 骂狗腿 他们也听了笑咪咪的 真奇怪 但是没关系 等他解释以后再来讲 各位朋友 昨天司法院 你知道司法院长 就是大法官会议的主席 大法官总共有15个 包括主席跟副主席 副主席叫蔡永敦 那他也是一个 我懒得骂那些不好听的字眼 各位朋友 我是很文雅的 那我跟各位朋友讲 司法院昨天做出一个事情 我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呢 你知道有个法官叫李柏道 柏柏的柏 道理的道 这个家伙肮肮脏的不得了 他是惩戒法院的院长 惩戒法院就是过去的工程会 公务人员要被惩处 来这边聚购 或者把你停职 把你解职什么都有 对不对 然后寄生戒 惩戒法院 就是以前的工程会 我们台湾有几个 终审法院 终审法院就是说 法律到我这里 我们确定的就确定 不能再上诉 这个叫终审 有始有终的终 终审就是说 我这边就是最后一审了 你没有办法 陈建法院 就是终审法院之一 最高行政法院 也是终审法院之一 然后呢 最高法院 我们平常一般打官司 都是这三审嘛 地院高院最高法院 所以我们在打官司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大概都是一般的法院 最高法院的院长就很大了 对不对 不过他们 最高法院很多法官 也是常被我骂 我都指名道姓 大家光看 台东那个案子 他们把张亚平 把他判两年十个月 说他在选举时候 发不当的文献 判两年十个月去坐牢 我说那些高等法院 还有最高法院 还有收押他的法官 还有地方法院的法官 我说那些都是民进党的狗腿 各位可以上网看 我把每个名字都列出来 这种法官 羞耻 各位可以上网 你打董哥 然后打张亚平 亚是雅典的亚 瓶是瓶东的瓶 你就把它打出来 Google就搜寻得到了 我把每个法官 那些肮脏 臭臭 让人看不起的法官名字 通通写出来 最高法院的法官 那五个人 五个小丑 我都写了 那大家看 我为什么要讲这终身法院 因为很多人对法律不了解 所以 惩戒法院的院长李博道很大 这个人手脚不干净 手脚不干净 为什么喜欢乱摸 脑道也不清楚 因为他知道他摸的是谁 不是我要骂他 他摸的是范立达他太太 人家在司法院工作 我说这种 不止咸猪手 他不止咸猪手 可能他偷偷摸一下 他还去抱 你 你那么色迷迷 你也好歹打听嘛 他老公是谁 他老公也是名嘴 他老公也是我们这一行 人家不会讲 你一个老头子 色迷心窍 我老实讲 这种人让人看不起 结果 去年的密度被爆了 然后赶快让他 他赶快提出退休 想得美 退休 你没到 我跟你讲 这种龌龊的人 在司法里面 盘踞非常多 司法界里面盘踞非常多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做背景 什么做背景 政治做背景 民进党做背景 所以我有时候看 非常火大 那为什么 我刚刚要讲司法院 因为 司法院也很气 这个人当然 我刚讲这些行径 他惨了 没关系 他还有一个行径 你知道他办公室 有个科长 女性的科长 他每天羞辱他 你知道吗 羞辱他之外 司法院 比如说这个人 当长官太离谱了 就把他送到法官评件委员会 结果法官评件委员会 这个垃圾畜生会 我在骂你们 既然说 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不成立 你怎么叫法官评件委员会 诸狗不如的家后 我看了就火大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我把案情讲给各位听 李柏道在去年5月8号退职 因为他去涉及性骚 对不对 他就赶快齐天退休 那这个 李部署就是范逸达他老婆 他就去提申诉 那就请法官评件委员会 对他做评件 那评件以后 等着建议撤职 这个是我刚刚讲的案子 可是还另外一个案子 另外一个案子 他欺负他里面的女员工 他院长室有个女工友 女性的工友 这个工友平常替他争便当 然后也要依照他的指示 说这个饭菜肉 受热的时间程度不同 各位你从家里带过来的饭 要蒸多久 菜要蒸多久 肉要蒸多久 可是你装在一个便当啊 他要求你把它分开 各位这个人在做皇帝 你知道吗 李柏道在做皇帝啊 我们在便当是不是 饭在最下层 上面放菜或肉 对不对 不是他要求你分开 他说因为他受热时间 我要把它蒸热 时间不一样 啊如果你菜都蒸久了一点 青菜就比他变黄 就会被他指责 那如果洗便当 还帮他洗便当啊 各位这个人不止扮皇帝啊 他简直是土豪恶霸 李柏道真是个土豪恶霸 只有法官评见委员会 这些瞎了狗眼的烂法官 官官相互 结果呢 洗便当 他还嫌你 啊这个也要 那个怎么样 又被骂 后来这个女工友 她的母亲生病 她想请假 要去照顾妈妈 你没到在骂她 我有跟你讲过 你不要随便请假 你家里没有别人了吗 为什么都是你在请假 然后还规定他 你上班了 不准跟同事讲话 然后还要求你赶快 提供想打的电话 什么叫提供快速 提供想打电话 就是 我李柏道 譬如说我是 承介法院 那我 我今天 要跟司法院长之外 我的长官 我要司法院长的电话 你马上给我认出来 他帮他背他朋友的一堆电话 懂不懂 各位朋友 这个人是在办土皇帝吗 是土皇帝啊 这个如果那个 碰到真相 保他一堆老钱 各位听我讲 我刚刚讲完全真实 我不添油加醋 小董真心话 讲的东西就是真的 没有假的 那有另外一个李科长 被李柏道欺负 2023年3月 他想请半天家去扫墓 结果李柏道既然骂他 你去其他法院的问一问 有没有人利用上班时间去扫墓 我们法院是工作太轻松吗 他是承介法院的院长 然后他说 你啊回去交易你的公婆啦 哪有人上班时间在扫墓的啊 各位 这个土皇帝太过分了 还有这个李科长陪你而去看医生啊 要请两个小时到家 被李柏道骂 他说你的先生的职位啊 阶级比你还低啊 你为什么不叫你先生 分担一些家务 各位朋友 你还羞辱人家的先生啊 然后他因为他宿舍的楼上啊 住户夜间有噪音啊 然后他就要求这个李柏长把电话放在床边啊 他说即使我半夜找你 你都不能漏接电话 我随时要找你 各位 这已经不只是冠老板了 这种人 施法院 既然一直纵容他 纵容到现在 人五人六 他说有一次啊 一个礼拜六 这个李科长 忙着家务没有接到电话 第二天 就被李柏道 礼拜六嘛 礼拜天打掉来痛斥 我打掉给你 你为什么不接 我们现在 劳工比较幸运啊 劳工 下班以后 老板要打给你电话 你都可以捡起他 叫做冠老板 对不对 就冠老板嘛 那当然啊 一般老板猜浅你去干嘛干嘛 你当然就可以骂他冠老板 那有老板是提醒你说 我提醒你 明天我们 我们有一个客人 你要记得哦 这个当然比较不算 因为他没有叫你马上去做什么事情 很多老板下班以后还要叫你 这个那个的 好 那我跟各位朋友讲 法官评定 我说李柏道的颜值哦 超过合理管理权的必要程序啊 有损有善职场的建立 但是因为李柏道是 惩戒法院的院长要统策院路 对 所以哦 他的言行没有重大恶意 这什么畜生讲法 法评会这什么畜生讲法 他没有重大恶意 他一路羞辱别人耶 他说也为危及司法 危险没有影响到一般民众 所以不负个案 评鉴啊 这种就叫做垃圾单位啊 法官评鉴委员会就叫做垃圾单位 碰到自己人 爱了一劫 你没有想到那些受羞辱的人 他们的身心 他们上这个班上的这样 对不对 各位我讲哦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司法院 司法院看了这个 说不负评鉴也觉得不可思议 司法院干脆就说我把他送监察院 另外一个院 你们这些法官 你们官官相互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各位朋友听我每天 在骂法官对不对 我每天我骂法官 法官也有很好的啊 可是你看到 这些做到高官了 他就都以为自己在当皇帝你知道吗 一般很年轻的法官 下阶层很多法官 因为他从校园出来 很多很不错的 他会体系你 等你当了高院最高法院 当了二三十年老油条了 可以操控别人的身世 那个嘴脸就不一样 像我们常常去开庭 坐在那里简直是皇帝啊 罢警你去干嘛 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但是我讲法官有好有坏 这些任法官怎么都记在这边 都记在法官评价委员会 都在当这种高官什么惩戒法院院长 所以司法院自己都看不下去啊 把他送监察院 监察院绝对会通过谈合 我告诉你 监察院没有通过谈合 我这二十九个监委 我一一打电话 我去呛他们 这二十九个监委 我至少认识二十个啊 有一天去吃牛肉片 一口气就碰到两个 诶 董哥 我说诶 你们怎么在这里 没有 我们来吃面 好不好吃 好吃啊 我说好吃就知道了 各位朋友 二十九个监委都民进党提名 如果到时候没过 我一一打电话 我每个人打得要去骂 什么狗屁监察院 我一定会羞辱他们的 各位朋友 为什么 我们社会上这些 你要说涉及党派小董 可能你可以说 小董你那涉及党派 你有什么意志性 你可以用这个来批评我 我现在讲这些东西 完全不涉及党派啊 一个小小的科长 一个小小的女工友 对不对 还有环宜达他太太 这都是小小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高的职务 然后要受理薄到这种 这种烂能啊 然后来做这样的羞辱 你当一个法官 当到这样啊 我老实讲 从那时候法官去 收了人家的一些好处 然后开始 我看了就非常火大 对不对 大家看了 收了人家的西装 什么什么 人家请吃饭 就一头拉股 为什么看 怎么离谱啊 你们是在干什么啊 法官薪水很高 你知道吗 我前几天讲那个法官啊 桥头那个法官啊 我说他被停职啊 他还可以领半薪啊 他的半薪 超过全国所有薪水 领薪水的人 超过四分之三 以上的人的收入啊 他什么事情都不做 被停职 他还可以照领 他的薪水一半 他一半的薪水 比全国四分之三的人 薪水还高 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吧 各位朋友 所以我提醒你赶快去缴税啊 我们要缴税 赶快养一些狗 一些猫 还有一堆垃圾 各位就这样啊 当然缴税还一个很大的目的 要让民进党去贪污啊 民进党捞钱习惯啊 各位看那么多贪污的人 对不对 从光电 炉扎 八十八枪 各位 竹环不及被宰 你看做了那么多公共工程 你知道桃园 杨梅 杨梅的行政中心 夏大宇 黄指会浮起来 你都不相信 小董你乱讲 各位朋友上网嘛 杨梅的行政中心 夏宇 夏大宇 黄指会浮起来啊 蛤 真的 不相信你去 你去Google瑶瑶收嫌啊 小董的真心话 不讲假的 我讲真的啊 我自己去眼睜 别别 Wildcat 词 你让讨论 讨论 没聪明 我 没聪明 你 没聪明